全球其实面对疫情甚至包括战乱之后 整个经济的复苏都在拼 那当然大陆也在拼经济 像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 人民银行当然大家知道是大陆的央行 行长潘弓胜在2023年他曾经在香港就表示过 当前中国大陆正在经历的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而庞大的基数决定了中国经济很难像以往 维持每年8%到10%的高速增长 而从2024年以来 人民银行通过几个措施 包括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 然后降低政策利率操作 保持了金融总量平稳增长 另外像是新创设5000亿元的科技创新 还有技术改造再贷款 还有就是3000亿元的保障性的住房再贷款 所以就有针对性的来支持挖掘国内需求跟动能的增长 潘弓胜当然认为说 中国大陆的货币政策是站在一个支持性的立场 然后目的是为了让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提供相对应的这些金融支持 灵活存款的准备金 运用这样的一些工具 其实就看到他的政策是不大放大收 那不大放大收的这一个部分 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 其实跟日本央行的调控 似乎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一点蔡老师怎么看 就是央行的精准调控 对于拉升中国大陆 我们讲说未来的经济提供了什么样的动能 我觉得他们两个国家的话 会采取是汉方疗防 美国是比较采取所谓的西药疗防 汉方是比较温和的 温和 温不比较长期的那一种追求模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叫 刚刚主持人所说叫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话 我会把它划分为说 英美资本主义 日式资本主义 然后还有一个叫中式资本主义 大致相同 但是就是微妙你不懂 为什么叫英美资本主义 因为他比较相信所谓的亚当史密斯 世界资本主义之富 然后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最大的利润 所以我们看到 举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 那个黄仁勋来到台湾之后 回去美国 他的一个市值 一度超越Microsoft 变成世界最有价值的一个公司 因为他们追求的就是这一种 金融式的资本主义 所以美国的话 华尔街很强 英国的话 所谓的CD 就是伦敦也很强 那日本的话 它虽然说曾经是世界第二第三 但是它就没有那么强 但是他们在制造业就比较长 所以日本的话 他们有一个资本主义 武艺之富 日本资本主义就是下个月 叫做色泽中医 我讲一个冷笑话 下个月之后 最红最红的日本人 不是他们的首相是谁 而是叫色泽中医 因为一万元的头像就是他的 大家最喜欢这一万元的一个小像 所以他讲的是资本主义 他们讲的就是所谓 如女于道德 我要赚钱 但是也要有这种道德 有钱大家分享 所以他们的社会会比较平均一点 跟中国大陆的模式 这一点有一点点像 会带一点点的所谓的社会主义 不能够说我赚了钱 所有都放到我的口袋里面 这他们不能够接受 所以中式的资本主义 我看起来就是追求 所谓的比较长期的 那希望说 因为最近房地产不是很好看 希望把这个让它稍微宛和 就是所谓的软着陆之后 再建造一个所谓的火车筒 好 那我们刚刚说到 这个林毅夫 他当然是顶着这个前任的招牌 大谈说中国大陆经济的 GDP增长的问题 产业界又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位产业界现任的 这个产业大亨的说法 这个谈话当然最近呢 也因此飙到了知乎榜上的第一名 那么也就是呢 在今年的中国大陆汽车重庆论坛上 汽车零部件首要供应商 博士中国的总裁叫徐大全 他就给出了一个建议 他说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成为一片红海 希望主机场呢到国外 能够以技术为先导 认真造好车 而不是靠低价的成本 把中国卷带到国际上去 这个意思是不是说 不要再发动价格战了 就是说这个价格战并非长久之际 是这样的意思吗 这个要请施董来帮我们 这个稍微分析一下 而且根据数据的显示 2023年中国大陆出口汽车是491万辆 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也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这个畅销记录 当然这也引发了包括来自欧盟 美国前所未有的关税报复 所以就这位产业界的代表 徐大全他的说法 外界的分析也说 这是代表一种自行的思维 意思是说我们的产业的策略 可能要稍微调整 您觉得中方后续会重新调整市场思维 那如果会 会怎么调整呢 我觉得徐大全 他是在帮自己讲话 他并不是为中国的汽车产业界讲话 大家别忘了他的一个身份 他是德国公司 在中国的公司的一个总裁 这样子 他的目标是全世界市场 他的客户呢 其实就是全世界的汽车产业 所以他也考虑到 他的讲话基本上也站在欧洲汽车产业的一个立场来讲话 他讲说要造好车 不要抢低价 可是低价未必是坏车 当Toyota尼桑 重点是这个 对 Toyota尼桑开始在美国卖的时候 一开始美国人也消 车子又小 结果呢 后来 你看我们在上市季末 我们偶尔会看到一些新闻 Toyota的引擎呢 可以跑100万mile之后 然后Toyota很高兴 鼓掌 还特别送了这个车主的一个 车主一辆新车 美国车没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出现 那成本低 就算是成本低 低价位代表他有的一个竞争力 并不代表说 他创造另外一个品牌 然后高品质 抢造欧洲市场 抢占美国市场 这不一定是冲突的 大家别忘了 他的身份是什么 他是零件供应商 我们如果比较去 今年年初他讲的一番话 就知道他现在为什么要讲什么 因为今年年初呢 这些零件供应商呢 包括金属业 面临到怎样的一个处境 通常呢 供应商 我开始供应零件给你 等你这辆车子的一个品牌 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的时候 你的量扩大 我这边都会降价 大概降个百分之五 可是去年的 因为整个景气的一个关系 很多汽车产业都希望 供应商降价到百分之五 甚至降到百分之二十 徐大全他就仰言 那我干脆关门算了 所以你要在这样的一个脉络底下 是他受不了中国产业 要求他降价的一个压力 他在苦求说 你们大家不要只是拼价格 我们还有另一条路好走 另一条路走得通 走不通 跟原来的路能不能并存 我觉得这是中国汽车产业 他自己的一个分析 这样子 那无论如何 徐大全讲的话 绝对不代表中国汽车产业 只代表他个人的利益 而且这个问题 从终端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 我们当然希望是又便宜 品质又好 所以就常想到 CP值高 性价比高的问题 所以还是回归到说 本身业者 必须要加强自己的产品 自身的竞争力 6月27号我们看到了大陆国台办 突然连同了大陆最高法院 还有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的官员 召开了一场联合发布会 发布 关于依法惩治 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当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 分裂国家罪最高可判死刑 严重情结者终生会被追溯 而这个声明一出来之后 当然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议论 大家想说司法管辖权 我们今天看到说 包括国民党这边也回应是朱立伦 他特别提到说 司法管辖权 大陆司法管辖权 并不急于台湾这边 但是国台办的发言人陈兵华 也听到他 昨天也特别强调 这个说法听起来 其实就是把极少数 在大陆眼中认定的极少数 台独顽固分子 跟广大的台湾民众要区分开来 希望多数的台湾民众 是不要被误会 然后这项宣布 师总 您觉得 这个延伸的影响可能会有哪些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他在讲话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词 这个词在刚才主持人讲的 这一套意见书 大陆简称是 二高三部的意见书里面 这个词反而在意见书 在正式的这份文件里面没有 但是陈兵华讲了 这个词是什么 法理台读 所以他这一套意见书 最重要的关键字眼就这四个字 也就是说他们是针对民进党政府的 法理台独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名词 它不是一个法律名词 在法律上它没有定义 可是呢 是这一次主要的一个政治目标 为什么 因为520的赖清德一个讲话 中国大陆觉得他必须基于法治的一个原则 把一些底线讲清楚 把一些行为规范讲清楚 因为他们觉得赖清德讲的话是 名理藏真 连美国人都看不懂 中国大陆也是花了一番精神才发现说 赖清德的讲话意思是 他可能实际推动法理台独 因为他在520讲话里面有一段话 他把中华民国宪法 对民进党来讲 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一中呢 本来是台独的一个负担 他打赖清德把它诠释成是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 一个宪法的法理的一个根源 所以这一次呢 特别是这次的一个联合发布会呢 跟上次的联合发布会不一样 上次是国务院新闻办的 国台办去参加 现在是国台办牵头二高三步 大家一起来参加 这代表什么 我讲的话就是讲给你民进党听的 这次不是讲给美国听的 所以您刚刚讲说 法理台独这个是没有出现在文件当中的 那未来说大陆方面 就依循这个逻辑的话 所以就大陆的认定 未来说符合就是要惩戒的这个法律 它的认定标准 其实就是有没有法理台独是这样子吗 法理台独其实不是针对个人 你个人一个新闻 因为按照他这一次可能判死刑的几个罪责里面 比如说鼓吹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那这样连马英九也都有罪 可是他为什么 那个认定的标准在哪里 对 所以其实重点是说他认定的是谁 他认定的就是民进党政府 你民进党政府 你赖金德如果以公权力 以政府的一个力量推动这一些 对他们来讲 这就是走向法理台独 我觉得他们现在在乎的是 赖金德对中华民国 或者所谓中华民国台湾的一个权势 以及对中华民国宪法的权势 把它拉来作为推动台独 而且是会做的 所以范围其实就是在于民进党政府 是 现在看到韩半岛的这个 你说核武的发展 其实还是在美方的管控之下 但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核弹 那也提到了说中国大陆 他们目前拥有的核弹头的数量 虽然说拥有大量的核弹 但是大家想问的就是 真的会使用吗 路透在6月21号有爆料 他们透过一个报道说 在今年3月份 美国跟中国大陆在上海 时隔5年首度举办了半官方的核武会谈 而根据两位参与谈判的美方代表的说法 说中方在这场会议上面宣称 在台湾问题上不会诉诸核武器 而代表美方的这个学者叫做Santoro 他则表示说 北京绝对相信 自己能够以不使用核武的情况之下 在对台湾所采取的常规作战当中获胜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 有一场战争就是俄乌战争 从俄乌战争的经验来看 现在俄罗斯最近前一阵子也看到 他们在5月底在乌克兰周边 开始进行所谓的战术核武的演习 来回应西方的挑衅 当然无非就是希望提高这个威慈的效果 所以施董您怎么看 难道说在台海这边 如果是这场会议上面说 在台湾问题上不会诉诸核武器 可是动用战术性核武的可能 也是几乎于零吗 您觉得 三月的这个会谈是 美中两国一点无诡的会谈 我觉得美方的讲法 对了一半错了一半 怎么说 所谓中方称在台湾问题上 不会诉诸核武 这个讲法是对的 因为核府绝对不是 在讨论两岸关系的时候 人民解放军或他们的一个制度 会谈论到的一个变数 这样子 可是呢 那个Santoro的一个讲法 我觉得是有问题 他说 北京绝对相信能在不使用核武的情况下 对台湾采取常规作战中获胜 武统或者是对台湾需要使用武力 这个是一个政治的一个问题 那中国道路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军事上的一个准备 习近平的讯息很清楚 在期待人民解放军在2027年的时候 能具有公台的实力 这并不代表习近平要公台 是表示说2027年要达到这个实力 那就表示说人民解放军正在努力 但是这是准备 这并不等于公台 也就是说他不放弃武统的一个主张 是为了用来呼应他的和平统一主张 因为和平统一还是他的一个主旋律 更何况你谈到核武 在这个两岸关系上谈到核武 会有一点荒谬的是说 在国际协定上 美国一直没有签署说 他不首先使用核武 可是中国大陆这方面的政治立场 讯息很清楚 他不会率先使用核武 就是说除非你用核武打我 我才会反击 否则任何冲突他都不会 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特别是我们要注意到 那个王沪林才在海峡论坛讲了一些话 讲了一些话 他说中国大陆对台湾问题的一个议场 就回到习近平4月的讲话 是4月 不是520赖清德讲了一些话之后 国台办的反应是4月 4月是什么场合呢 就是习近平对马英九讲的那番话 那番话整个拉回来就是说和平统一 那你认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如果你认为是的话一切好谈 还是讲的是社会的融合发展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题下 你一下子达到一个核武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没有打重目前两岸关系的一个重点 最近看到像在中欧 还有包括像是中澳 最近可能都在外交上面有一些突破性的 就是回温 那所以在2024年下半年 因为现在马上进入下半年 中国大陆在外交上的工作重点 刚刚特别提到了一个欧洲 那还会有可能有哪些呢 来 请教师董 您觉得 我觉得重点还是美国啦 我觉得对王毅来讲 第一 做大事他必须要先找好替手 那他的替手是什么 因为他真的是太忙了 所以呢 中共的一个外长人士 当然接下来我们看看七月的那个三重选会 会不会有一个定案这样子 可是无论如何就算刘千钊接了 那基本上这也只是一个新的 新的外交部长 还需要有一个那个养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我觉得这阵子的一个外交人士呢 基本上是从做大事必须要找替手 在内部的一个培训 然后有用的人先给他们一定的一个资历等等 然后回过头来最主要的 基本上目前世界局势最不稳定的因素 其实是在美国大选的那个结果 还是回到中美两次的关系 对 对 华顺颖本身没有驻外馆长的资历 在已经升到这种阶层 然后再出去补那个未来 继续上去的那个就是momentum 跟潜力会相当之高 假如这个时候不让他去补这个馆长资历 那也就很可能他最后会死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呢他这个后来的行情会看好 我要这个就是这个呼应这个施董事长 施董事长果真远见 看出来真正的主轴还是在北京跟华盛顿 尤其在11月 所以他们赶在就是11月真正投票之前 先处理好基本的党的政策 把三中开完 然后之后再看看之后有什么怎么样的变化 最后看美国的新主人是谁 对 美国的排公新主人到底是川普回来 对不对 这个还是就是拜登的连任 无论是拜政华或者是川建国 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个很多事情不是你所能决定 但是无论事实如何变化 你还是要想办法去应付 那诚如刚才就是这个习勋也讲的 他如何能再找到就是替换 然后新的人事安排 要不然所有的重担压在他上面 这个一方面让自己太劳累 另外一方面也会影响他的新陈代谢 以及接班提供队 循序建计 确实这个王毅在处理中国对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